果报的轻重取决于心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 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 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欲的人事环境 而显发的一种对境 对就是硬的意思 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 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 所以所应的这种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 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的重 有时候来的轻 这个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 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 还是轻心造 也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造过沙业 在造沙业的过程当中 也有轻和重的差异 它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 用刀背砍一下 说明它的杀心要轻一点 如果它用非常狠毒的心 我一刀要把它劈成两段 它这个心就来的重一些 你重心 它的抱就来的重 你轻心 它来的抱就来轻 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对八两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